台东县政府长期关注妇女福利提升与性别平等的议题 28号下午更是以百味逆旅为题 在美术馆举行了新书发表 县荣荣庆林也特别前往参与与料理体验 并鼓励各界共同投入妇女福利工作 一起来实践性别平等 来自观山的大姐与妈妈们 在台上展现热舞 秀出火力 为今天的新书发表会揭开序幕 台东县政府长期以来 关注妇女福利提升及性别平等的相关议题 还特别向卫福部争取为期三年的45plus幸福人生计划 而今年已迈入第二年了 参与计划的20名观山地区45岁以上的妇女 28号下午在美术馆 以百味逆旅为主题举办新书发表会 从料理的角度出发 引领读者认识农村妇女的人生故事 而相当关心妇女福利的县长老庆灵 也前来参与 和观山的大姐们共同体验料理过程 根据我们的调查 妇女们对于做这个料理很有兴趣 那特别是这几年台东在走慢经济 非常推我们的慢食 食在地吃当季 非常推在地的饮食 有在地特色的饮食 那正好妈妈们每一个人都是用观山地区的料理 来做出她心目中那一个最代表她人生味道的料理 那未来我们期望社区妈妈她们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 能够找到自己的第二人生 不管是她自己创业或者是跟儿女或者是妈妈们一起 我觉得不论如何我们都能够给大龄女子 一个对自己第二人生的开拓跟探索 不管结果如何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过程 在料理的过程中 同为女性的县长及处长 倾听着妇女的生命故事 也学习烹饪的小佩婆 一同踏上岗位列车的旅途 同时书中的主角们 也在会场献身说法 述说她们的生命历程以及成长与改变 而仙福也期盼透过这样的活动 继续让妇女姐妹们一起学习 并将性别平等与妇女福利的观念 落实在台东的每个角落 记转且轮 台东市报道